同学您好 在上一讲当中 我们讲到语言符号属于象征符号 具有象征意义 那么语言符号还具有哪些特征呢 下面我们要探讨的是 在语言学界长期以来有争议的一个问题 语言符号具有任意性还是理据性呢 任意性指的是词的形式 因与形与词的所指及概念意之间没有关联 比如德文为什么用Zona表示太阳是没有缘由的 理据性恰恰相反 认为二者之间的关系是可论证的 索雪尔在《普通语言学教程》这本书当中 详细探讨了这个问题 他将语言定义为一个抽象的 自足的封闭的符号系统 由概念和音响形象 也就是所指和能指构成 比如竖这个语言符号 就是由竖这个概念 于竖这个词的音与形所构成的 这两者是一种两面的心理实体 就像一张白纸的正反面不可分割 这就是索雪尔所提出的语言符号模式 索雪尔认为 所指与能指之间的关系具有任意性 并且将语言符号的任意性 看作是现代语言学的首要原则 第一定律 任意性表示 但是概念是无法从音响形象当中推导出来的 比如法文表示数这一词 它的概念和那一串声音 没有任何内在的关联 它可以用别的声音和书写形象来表示 比如德国人称数为Baum 那英语里面呢叫做Tree 那日语叫做Ki 而我们中国人呢把它称为数 可见完全不同的语言符号 只带同一事物 那语言符号具有任意性的特点 所以索雪尔将语言符号任意性特点 看作是语言符号最重要的特征 是整个语言研究的基本原则 但是这种观点受到了很多的质疑 有的语言学者则认为 语言不是一个自足的封闭的系统 而是开放的 有许多要素决定 所以语言不是任意产生的 而是由文化和认知因素决定 是可以论证的 是有理据的 首先我们从语音层面来看 很多学者认为 有些词译本身实际上来源于 它的音响形象 比如在所有语言当中 都有一些可以清晰辨别的 通过声音模仿所形成的词汇 你生词 比如鸡的叫声 这张图片呢 是取自一本童书 不一样的卡梅拉 展示了一只公鸡在不同语言当中的叫声 我们先来听一听这些语言中的公鸡 是怎么叫的 你看 像比汉语中的窝窝叫 德语的公鸡叫起来 叫复杂很多 叫 虽然这些计较在不同的语言当中完全不同 甚至差别很大 但是这种差别 却恰恰体现出 不同文化当中 人类认知的差异性 人类处于不同的环境 看待事物的角度不同 自然感受也不相同 从而对同一事物的认知 会出现很多不一致的地方 但其各自都是有理据的 都是对鸡叫声的听觉感受 创造出相应的语言形式 而且即便在同一语言内部 人们也往往会选择性的看待事物 注意到某些事物的特征 而忽略掉某些特征 比如在德语当中 青蛙和鸭子的叫声 都可以被称为 这表明德国人忽略了他们叫声的差异 更多关注其相似点 但在汉语当中 我们有两个独立的词 呱呱叫和嘎嘎叫 来分别指代这两种动物的叫声 所以我们可以将不同语言符号 指代同一事物 看作是人类看待事物的主观性 而并非任意性 语言的发生和变化 是以主观性为基础的 当然不同语言中存在的共性 更加说明语言不是任意创造的 比如德语中针对猫的叫声 所形成的动词 喵恩与汉语喵极其相近 甚至可以构成 decazza mout这样的句子 那这些呢都证实了 人类体验和精神概念 决定语言符号形成 这一认知语言却主要观点 实际上索旭尔在阐释 他的符号任意性的时候 也提到了拟声词 但他认为拟声词不是语言系统的 有机成分 而且它们的数量很少 是次要的 所以认为以拟声词为依据 反驳任意性观点 是没有说服力的 但是认知语言学者认为 虽然拟声词在语言系统中 数量不多 但具有语言符号 理句性特征这一事实 是客观存在的 不容忽视 另外从构词层面来看 理句性更加突出 我们人类并非一味地 创造新词语 而是遵循语言经济性原则 从现有的词汇当中 通过复合或派声的方式 生产出新词 所以这些词语的构成 不是任意的 而是有理句的 比如德语词 walk and cutter 它的两个部分 walker和cutter附合在一起 形象地展示了摩天大楼 这个概念 是刮到云彩的东西 而在其他语言当中 同样有相似的隐喻 英文中的摩天大楼 听起来比德文中的更加高大 被称为冲过云彩 刮到天空的 skyscraper 1883年 人们开始建造这种高大的建筑 那在1891年 他便获得了这个形象的名称 另一个典型的例子 是最初在日本大城市 疯狂的加班文化 所促动流行的一种小型旅馆 每间客房 是一只只有床垫和小电视的狭小空间 并排罗列 因此被称为胶囊公寓 或太空舱旅馆 自从2007年 在欧洲也相继出现了这种旅馆 同样被称为 capital hotel 就像胶囊一般的旅馆 在几乎所有语言中 复合词都是对新事物命名和描述的一种重要方式 在派生词方面 很多前缀和后缀都既有语法功能 又同时具有语意义含义 比如 miss 表示否定 或者相反性 misslingen missbrauchen missverstehen zer 表示损坏 比如 zerstören zerreißen zerbrechen 而mit呢 表示 共同做某事 比如 mitarbeiten mit erleben 另外单词的书写方式也和词译相关 在中文中有大量例子可以证明这一点 比如山这个汉字看起来就像一座山 而森是由三个木字构成的 那表示森林 重 是由三个人字构成 表示重人 德文与中文相比显得更加抽象 但根据许多语言研究者的研究 在西方文字当中 形式和意义也有许多相似之处 比如德文wasser 水这个词的第一个字母 v 本身就犹如水的流动 tisch 第一个字母 t 形如一张桌子 而schlange 这个词呢 舌 就像字母s 弯弯曲曲 并且主要特征之一 就是德语词 lang 表示长的意思 原学者认为 在字母产生之前 西方也同样使用图形符号文字 欧洲的文字来源于希腊字母 而包括希腊字母在内的世界各种字母文字共同的祖先 是以费尼基字母为代表的陕族文字 陕族文字 是在古埃及象形文字的基础上创造出来的拼音文字 所以当今世界所有文字归其源都应是象形文字 随着认知的发展 人类大脑具有了高级认知能力 从而创造出抽象字母系统 而这些字母是在图形符号文字基础上抽象化获得的 所以单词的构成也是具有理据性的 另外在词译层面的理据性方面 受到语言学家广泛探讨的是一词多译问题 比如德文词mouse 本译是老鼠 同时也可以表示鼠标 还可以用来指对小女孩的爱称 Zuza mouse 这些词译都是在mouse的本译 老鼠技术上引申出来的隐喻语 并非随意将这些意义归于同一个词形 所以我们认为语言不是绝对任意产生的 而是可以论证的 是有理据的 正如我国著名语言学家黄坎先生 在《声韵略说》所言 凡声之起 非一表情感 即一写物音 由事而易抚焉 声一句而造型一表之 然后文字萌生 语言的音 形 意的产生 都脱离不开客观世界 和人类对其的体验与认知 好 这一讲就讲到这儿 开始吧 你们两句好语言的意义 语言的